都很掛注你们看你们的比赛 其实也跟我们通电话 包括秦台的爸爸妈妈 因为之前我也认识他们 非常好的父母 非常友善 我知道你很小就开始念了 你是四岁 何重是六岁 这么小就离家 投入到这份热爱的事业当中 其实除了单人之外 你们也常常双人合作 比如说王峰 曾经一年都搭档过 但这一次你是跟罗宇通 双人是拿了金牌 跟宇通搭档也是有许多年了 评价一下吧 什么感受 他是一个比较谦虚的人 可以说有时候在训练上 虽然他年龄比我大 但是他还是主动过来跟我沟通 然后我给他提出一些问题 然后他也很虚心地接受 属于这样一个人 所以我们在一起配合的话 就非常的默契 然后非常顺利 你们俩都跟王峰搭档过 但是你们俩从来没有搭档过 有过 小时候 很小 很小的时候 就搭档过那么一次 第一次 有想过吗 比如说给周指导提出来 咱俩合作一下 想过吗 这不是我们考虑人 其实刚才说到家人这一块 我觉得家人特别关心他们 有没有想到因为我刚才听河松说话 是不是感冒了有点 其实一直都有鼻咽的问题比较重 然后之前也放弃过一些比赛 然后回来治疗 然后其实效果也不是说特别的好 只能说不再去加重 毕竟其实很难受 其实只要一睡醒 基本上就开始会比较难受 基本上就鼻子不能呼吸了 那水力肯定更难受 而且来到英国这个天气 也挺有影响的 对鼻眼 因为只要一入水以后 到了一定的深度 它的水压加重以后 鼻子就会难受 就会痛 就特痛苦 对于跳水运动 原来说视力 包括鼻子 似乎整个 头部都在这种压力 对 所以还有那么高的鼻子不容易 是不是 金凯 这是碰种 碰种 其实刚刚我们是简单的回顾了之前的比赛 要说一下04 08 一路走来到12了 现在 还有下一届 下一届你们俩也不小了 会继续吗 很多粉丝都在关注 几约的时候会去吗 去巴西会去吗 金凯 我重新来 你呢 我重新来 其实 我现在还停留在比赛当中 虽然说 所有发生的东西都已经成为现实 也需要自己去面对 去接受它 因为 如果说不去面对它 反而可能会逃避 只有真正的去接受它 我可能花点时间去面对它 才能想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 因为像领队跟我们说 不管说你还会坚持四年 但只要有目标 人就会活得很精彩 我也觉得是 总是要花时间去面对一些失败的时候 也花时间去考虑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但是何冲你之前是零分先生 但是到后面的零失误 我就一路一来你成长了 你以前是喜欢玩男动作 但你今天上来你跟我说 首先要稳 你成熟了 自己有这个感觉吗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成熟 反正 我觉得经历了很多 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生活 还是在人生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经历 让我觉得很回味吧 何冲 我听说在四年前 你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因为当时三米板单人 是比较靠后的项目 当时看见队友们 一个一个都带上了金牌 你当时在奥运村里很急 好像四年之后 我想知道 现在的这个情况 好像也是一样 双人大家都拿了金牌 但是你与当时的心境 有没有什么不同 作为辩面冠军 我觉得反而比四年前 更加焦虑一些 为什么 因为 可能当时可能还小吧 只要说每天练习一下 然后就等着奥运会来 反而今年 在一起经历奥运会以后 更想 就觉得有点 更加迫切的心态 一是更多的年轻生